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又发现了生活的内在意义 一则好的预言不仅记录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更承载着贴近生活的人生哲理 以下五个新版的预言小故事 你一定不知道 在《狼来了》的故事中 放羊娃多次撒谎 用《狼来了》骗村民们 结果失去了大家的信任 最后当狼真的来了时 任凭他怎么呼喊都没法补救了 那次事故之后 村民们也加强了戒备 在山坡上布置了捕兽夹 后来有不少的狼 都在捕兽夹上栽了跟头 他们悄悄地总结出了经验 记下了陷阱的位置 一天 有一匹狼自以为再也不会中陷阱 又打算来抓羊了 当他快要靠近羊群的时候 忽然放羊娃大喊了一声 狼来了 村民们听到喊声 连往向山坡上冲去 狼此时便躲在了灌木丛里 连续几天都是如此 村民们便也不再相信这个放羊娃了 无论他怎么喊 村民们也不会再向山坡上冲去 这匹狼再也无所忌惮 满脸兴奋 不过一切地朝着羊群扑去 只听啪他一声 因为一时的着急大意 他一脚踩进了村民们放置的捕兽夹中 最后丢掉了性命 狡猾的狼用诡计骗过了村民 却在自满下忘乎所以 中了陷阱 其实 人也会这样 常常被一时的成功遮蔽了双眼 八路园里说 凡遇到好事的时光 甭张狂 张狂过头了 后面就有祸事 天狂有雨 人狂有祸 一个人要是太得意忘形 就注定要输得一败涂地 关羽神勇 却在骄傲中丢了荆州 马苏睿智 也在狂妄下失去了接停 可见 骄傲是失败的开头 狂妄是智慧的尽头 无论什么时候 都不要疏忽大意 把自己的姿态放低 保持警惕之心 才能每次都化现为夷 二 新版农夫与蛇 农夫与蛇的故事里 好心的农夫救下了冻江的蛇 苏醒后的蛇 却恩将仇报 一口咬死了善良的农夫 在另一年冬天 又有一条被冻僵了的蛇 没法动它了 躺在马路边身影 求救我吧 蛇恳求着每一个过路的行人 然而没有人同情这样的冷血动物 都摇摇头走开了 过了一会儿 一位农夫走了过来 蛇又向农夫发出了求救 农夫犹豫了一会儿 正准备转身离去 就在这时 蛇突然说道 我的皮是之前包的上等原料 我的胆是降火的良药 我的鞭是壮阳的保健品 农夫眼前一亮 立马把蛇抱进了自己的怀里 冻江了的蛇一下子有了力气 等他恢复过来后 恶狠狠地朝着农夫 狠狠地咬了一口 农夫知道毒蛇有危险 但是他却收不住贪念 死在了毒蛇口下 就像很多人知道欲望是陷阱 仍然不过一切地往下跳 莎士比亚说 欲望犹如炭火 必须使它冷却 否则那烈火会把心灵烧焦 人在世间行走 总要面临无数的诱惑 如果不懂得控制自己的贪婪 那么终将被欲望的深渊所吞噬 掉进米缸的老鼠吃光了大米 便再也跳不出米缸了 找到食物的猴子 仍然想多摘点芝麻 结果丢了手上的西瓜 一个人若是无法抵制心中的贪念 最后就会被自己的欲望杀死 三 新版乌鸦喝水 乌鸦用小石子填满水瓶喝水的故事 大家耳熟能详 这件事情之后 森林里的动物都一致地认为乌鸦很聪明 于是它们便邀请乌鸦参加了一场喝水大赛 比赛的规则是 谁也不能跳进井里 并且先喝到井里的水 谁就能获胜 和乌鸦一同参与比赛的是一只猴子 猴子想的是用木头做成木桶 再用唐蔓扎成绳子 从井里打水喝 而乌鸦却依然采用老办法 在森林里飞来飞去找小狮子扔到井里 猴子用了一下午的功夫 终于做好了打水的工具 它把木桶扔进水里 再拉着桶满 就打了半桶水上来 而乌鸦早就累得筋疲力尽 却始终不见井水上涨一点 当猴子已经喝到井水的时候 乌鸦却早就泪趴在地上了 同样是喝水 猴子能够开动脑筋 想到解决办法 而乌鸦则应寻守旧 想采用老套路解决新问题 努力了半天 也无济于事 闲情偶记中有言 心则变 不变则俯 变则火 不变则板 人生的许多困境 往往并非事情本身有多难 而是因为我们固守眼前那条路 思路决定出路 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思维 就有什么样的命运 四 新版南辕北辙 战国时期 赵国在魏国北边 楚国在魏国南边 南辕北辙的故事里 一个人想要去楚国 本应该往南去 可是他却从魏国往北出发 路人好心建议让他返回 结果他却不听劝 一以孤行 越走越远 原本的故事是想告诉我们 找准努力的方向 最近我却看到了新版的南辕北辙 有两个在魏国做生意的赵国人 听说魏王要攻打赵国 想要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自己的国家 但是 想要通过魏国的盘查 直接前往赵国实在太难 于是他们驾着车 大摇大摆地向北出发 走了不远便遇到了港少 被拦住了去路 港少问他俩哪里去呀 他俩说要去楚国做生意去 港少听了哈哈大笑 楚国应该往南 你们往北走 岂不是背道而驰了 商人说 不要紧 我们的马日行千里 没问题 港少笑笑 这样不是越走越远了吗 商人说 没问题 我们有足够的银子 不怕买不到饲料 港少一听 便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哎 走吧 我没工夫听你们说疯话 最终 这两个商人畅通无阻地 抵达了赵国 传递了消息 旧版南辕北哲里 我们都认为里面的主人公 愚蠢且固执 而在新版的南辕北哲里 商人们恰恰利用 港少的这个心理 通过逆向思维达到目的 数学家卡尔雅戈比 提起自己的智学方法时 经常说的一句话是 反过来想 总是反过来想 任何问题 不是只有一种解决办法 当我们无法从正面 去解决问题的时候 不要忘记 从反面去思考 学会从人性的角度 逆向思考 打破思维的惯性 往往就能出其不意 五 新版坐井观天 韩玉在原道中写道 坐井观天者 曰天小者 非天小也 青蛙在井里 只能够通过井口 看到天空 所以觉得天小 在我们的理解里 井底的青蛙 总是固执己见 眼界狭小 但最近 我看到另一个版本的 坐井观天 让我有了另一番感悟 在一口枯井里 有一只青蛙 一天 他看到井栏上的一只海龟 并主动打起了招呼 青蛙说 天气这么热 哎 我们家还挺凉快的 你要不要下来坐坐 海龟轻蔑道 不用了 我家住在大海 那里 可比你这破旧的小屋 宏伟壮观多了 如果你羡慕的话 我反而可以带你去参观一下 青蛙听了 笑着说道 那什么值得羡慕的 房屋再大 睡觉不过一张床而已 大海虽然宽大 一旦掀起风浪 自己也起不成了 被随意飘打的沙子 倒不如我这窝居生活 来得简单快乐呀 海龟听了青蛙的话后 陷入了沉思 新版坐井观天里的青蛙 虽然生活简陋 但能自得其乐 究其原因是知足 一个人过得好不好 往往不在于他拥有多少 而在于他能否知足 广煞千金 夜眠仅需六尺 家财万贯 一日不过三餐 杨将先生 在书中写道 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 才是淬炼心智 进化心灵的最佳途径 生活的苦 往往是想要的太多 生活的泪 往往是满足的太少 越是聪明的人 越懂得知足 因为财富的多少地位的高低 远远比不上 内心的充盈和踏实 有人说 孩子的故事 是成年人的镜子 小时候我们笑着听故事 总被里面有趣的情节 所迷住 长大了 我们把故事当作镜子 看见了无数的人生哲理 每一个故事 不同的年龄段看 都能够让我们有新的感悟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了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